上个月,人工智能界的数百名知名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AI有朝一日可能毁灭人类。 公开信只有一句话,减轻人工智能灭绝人类风险,应该与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一起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这是对人工智能做出不想警告的一系列公开信中最新的一封。 这些警告的特别突出之处是缺少细节,今天的AI系统不能毁灭人类。 其中一些系统只能勉强做点加减法。 那么,为什么这些最了解AI的人如此担心呢? 科技行业的灾难预言者说,有朝一日,公司、政府或独立工作的研究人员能有效利用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处理从商业到战争的所有事情。 这些系统能做我们不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如果人类试图介入或将他们关掉,他们会抵抗,甚至会自我复制,以便继续运行下去。 今天的系统构成,生存威胁还差得很远。 蒙特利尔大学研究人工智能的教授约书亚本教说, 但一年,两年,五年后会怎样呢?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不能确定AI是否将在某个时刻变成灾难性的。 对于许多专家来说,这种可能性直到差不多去年之前似乎还没有那么可信。 去年,OpenAI等公司展示了在AI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表明如果AI继续以如此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话,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有迹象表明AI能做到这点吗? 还没有。 但研究人员正在把ChatGTP这样的聊天机器人,转变为可以按照他们生成的文本行动的系统,名为AutoGTP的项目,就是最好的例子。 该项目的想法是赋予AI,系统目标,比如创建公司或赚钱。 然后系统将不断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尤其是如果它与其他互联网服务器连接起来的话。 AutoGTP这样的系统能生成计算机程序。 如果研究人员将其接入一个计算机服务器的话,它能实际上运行这些程序。 理论上,AutoGTP能用这种方法进行网上的几乎任何操作。 索取信息,使用应用程序,编写新应用程序,甚至改进自身。 AutoGTP这样的系统目前还不能很好的工作,它们往往会陷入没完没了的循环。 研究人员曾给一个系统提供了让其自我复制所需的全部资源,它们能复制自己。 有足够的时间,这些局限性可能会得到解决。 ChadGTP这样的AI系统是建立在神经网络上的数学系统,通过分析数据来学习技能。 2018年前后,谷歌和OpenAI等公司开始构建神经网络,用从互联网上搜集的大量数码文本对其进行训练。 通过在所有这些数据中寻找模式,神经网络系统学会了自己生成文本,包括新闻、文章、诗歌、计算机程序,甚至类似人类的对话。 结果,就是像ChadGTP这样的聊天机器人。 用来训练这些系统的数据量之大,使得系统创造者也无法理解全部数据。 因此,这些系统会表现出创作者意想不到的行为。 研究人员最近报告说,一个系统在网上雇人来击败验证码检验。 当人问系统是不是机器人时,系统撒谎说,他是有视力障碍的人。 一些专家担心,随着研究人员让这些系统变得更强大,用越来越多的数据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可能会学到更多的坏习惯。 本世纪初,一个名叫艾利泽·尤德·克利夫斯基的年轻作家开始警告AI可能毁灭人类。 他发在网上的文章培养了一群信奉者。 这个被称为理性主义者或实际利他主义者的群体,后来在学术界、政府智囊团以及科技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尤德·科夫斯基和他写的东西在OpenAI以及2014年被谷歌收购的DeepMind实验室的创建中起到关键作用。 许多来自EA群体的人曾在这些实验室工作,他们认为,由于懂得人工智能的危险,因此他们是最适合构建AI系统的人。 最近发表公开信警告人工智能风险的两个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和生命未来研究所与该运动有密切关系。 最近的警告也来自研究先驱和行业领袖,如伊隆·马斯克,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警告AI的风险。 在最近这封信上,签名的还有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以及帮助创建了DeepMind。 现在负责一个新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戴米斯·哈萨比斯。 这个新实验室结合了来自DeepMind和谷歌的顶尖研究人员。 在最近的一封或两封警告信上,签名的其他备受尊敬的人士,包括吉本奥以及最近持续谷歌高管的研究员职务的杰弗里·辛顿。 2018年,他们因在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获得了通常有计算领域诺贝尔之奖的图灵奖。